男女相处实在是奇妙高深 你不明白她为何前一秒还亲近无间 后一秒就冷若如霜 通过今天的分享 我们一起来从著名作家西区柯克笔下 来寻找男人爱女人的最好方式 他们初次相遇时 男人只是一个字母设计师 尽管读完剧本后 她的脑海中便会出现整部电影 但没有人重视她 而成绩优秀的女人 因为患上舞蹈症被迫放弃学业 成了电影公司的剪辑师 男人只比女人大一天 而女人在拍电影方面的知识比男人多得多 女人第一次引起男人的注意 是因为她哥哥的笑声和别致的红头发 那时的女人漂亮热情 是一个善于交际 特别有吸引力的女孩 尽管男人对女人一见钟情 可是男人觉得马上就向女人示爱并不合适 男人自卑而害羞 一个男人在长相上不如意 就只能靠视野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男人决定等自己成为副导演后 再去追求女人 男人和女人交往的方式非常不浪漫 女人认识男人后不久就失业了 男人是以提供工作机会的方式 接近女人并向他求爱的 婚后 他们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男人觉得他们的婚姻本身就像一部电影 男人一次次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成功的巅峰 但女人知道 无论男人在事业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在内心深处 男人始终是一个不安的 害怕黑暗的孩子 男人对黑暗的恐惧来自童年时期 男人是一个蔬果商家里最小的孩子 父亲经营的那类商品容易腐烂的特质 经常令他感到不安 在他很小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男人一个人在黑暗中醒来 整间屋子一片黑暗 他找不到父母 他们出去散步了 此后 对黑暗的厌恶 伴随了男人一生 男人觉得黑暗代表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而男人一直喜欢熟悉的事物 男人说 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潜伏着 也不希望知道 看不见的东西才会让你感到害怕 男人不喜欢改变 尤其不喜欢搬家 男人觉得那就像在承受一种病痛 女人便陪着男人 不搬到更大的房子里 男人热衷于减肥 为了让男人觉得好瘦一些 女人便陪着男人一起减肥 男人吃什么 女人也吃什么 结果男人没瘦下来 女人却瘦了下来 男人曾笑着告诉朋友 男人不敢减肥太久 否则男人那尊敬的夫人 很可能会受到完全消失 他们相伴了一生 男人最感激最心爱的女人 只有他一个 有人说导演的创作激情 源于对女演员的爱 可女人从不怀疑男人 也不嫉妒那些金发佳人 女人知道 电影一结束 男人最想回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家 当年迈的他们被病痛折磨时 男人最难过的是 让女人感兴趣的事越来越少 女人的虚荣心已经消失了 男人很怀念他 男人无法想象没有女人的生活 男人从没有想过会比女人厚死 这太可怕了 他们最后一次出席公开场合的活动 是那次美国电影研究院 颁给男人终身成就奖的大会 在大会上男人提到四个人 四个人中的第一位是电影剪辑师 第二位是编剧 第三位是我女儿帕特的母亲 第四位是一直在厨房中展现奇迹的优秀厨师 他们的名字都是阿尔玛雷维尔 男人伤感地说 这可能是男人和女人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场合 可能是男人在公众面前向女人表示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除了男人的妻子阿尔玛 多次中风的女人身体早已很虚弱了 这天能来到这儿 完全是依靠女人对丈夫的爱 回顾这一生 女人说 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的丈夫从未让我觉得无聊 我相信 不会有很多女人这么说 是的 男人爱女人的最好方式 就是不让自己的女人觉得无聊 爱是什么 谁说得清呢 离不开 舍不得 忍不住 忧不得 种种的发自内心的想要靠近 人与人相爱的最好方式 是不会觉得无聊 相爱的人 因为爱 在一起 不会感到无聊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超羽 明天见 感谢悟 按摩